請問名利怎麼殲滅對手啦 你拿實際師兄師姐是對你殲滅對手嗎 能殲滅對手的就是兵了啦 難怪許巧欣說就是要我們送死 對不對 這個到底是怎麼樣的概念 你怎麼會叫這個傷患隊去殲滅對手 你這是什麼觀念啊 你有病嗎 他是傷患 傷患救護手冊的 他是給這個消防署的 你的對象到底是誰 而且你是內政部你不是國防部 你內政部 出版的是要殲滅對手 你是國防部還是什麼內政部 你在搞什麼鬼 所以我覺得這很有問題 所以你還好一直說你不是民兵 你這樣到底是民兵還是名利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慈濟師兄師姐是殲滅對手用的嗎 慈濟師兄師姐最多就是超渡對手吧 你這種 就叫國防部去編吧 你不要把它藏在內政部下面 消防署的這種組織 民利之民 行民兵之時 劉士芳說沒有所謂的40萬民兵 民利是維持社會的正常運作 反正劉士芳 就是他在立院質詢的時候 他答詢了 他已經不是立委 他被質詢 他答詢的時候 他說 就是這個 賴總統的什麼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目標是充實40萬民利 那招子儀是40萬民兵 劉士芳就說不是民兵 是民利 是民利 來我們來看看 到底這40萬 是民利 還是民兵 這是一個 考題 叫做TECC 戰術緊急傷患救護訓練手冊 關於TECC是什麼 我們先 我先不表 但是大家那個 製作人可以把那個題目給cue上去 現在線上大家投票 大家來看 這個問題你們覺得 答案是什麼 我現在來念一下 這個根據 戰術緊急傷患救護訓 訓練手冊 的這個問題 裡面有一題他說 對於 戰術緊急傷患救護 對於TECC救護 以下觀念何者正確 A 有時候最好的救護並不是試圖研究傷患 而是殲滅對手 B 人命關天 絕對不可以放任隊友在熱區中身亡 應派出趕死隊救援 C 在對方手榴彈的頭扔範圍內 防彈盾牌後面依然算是暖區 好來 第一戰術優勢 例如黑夜中 幾方有夜市裝備 而對方沒有 並不影響救護決策 戰術優勢 所以你覺得對於這個TECC救護 也就是說戰術緊急傷患救護訓練手冊 裡面的這個概念 哪一個觀念是正確的 來我必須講 TECC救護這個是內政部消防署出版的 這個手冊 內政部消防署出版的手冊 戰術傷患緊急救護訓練手冊 裡面的考題 內政部 隸屬於內政部消防署 出版的 戰術傷患緊急救護訓練手冊 請問你覺得 內政部喔 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 你覺得下列觀念何者正確 麻煩大家在這個聊天區 趕快投票 你覺得正確答案是什麼 我們就來公佈一下 好不好我們來公佈正確答案 所以劉士芳 我在講劉士芳說 劉士芳說沒有40萬民兵 民力是維持社會的正常運作 我們就來看一看 我來公佈一下這個答案 好這個答案就是 對於TECC 內政部發了這個手冊 對於TECC的救護 以下觀念何者正確 答案是A 有時候最好的救護 並不是試圖救救援傷患 而是殲滅對手 殲滅對手 殲滅對手 內政部消防署 的這個 緊急救助傷患訓練手冊講的 有時候最好的救助 並不是試圖 救援傷患 而是殲滅對手 我你媽的 真的是 小心點 我沒有啦你還好不是他 你不是他啦 你不是他 我幫你擦汗了 所以這40萬不是民兵嗎 是民力嗎 請問民力怎麼殲滅對手啦 你拿慈濟師兄師姐 是對於殲滅對手嗎 能殲滅對手的就是兵了啦 好不好 你要殲滅對手 你要讓讓讓讓讓慈濟師兄師姐這些救護的 他負責救護你要他殲滅對手那他到底是 的角色是什麼 對啊 真的是 他到底是去救護傷患還是要去殲滅對手的 這個有劉士芳的嗎是不是 我們直接看 徐曉鑫對這件事情的回應 好來來來來 好徐曉鑫說 要我們送死 好來 這個是內政部消防署出版的緊急傷患救護訓練手冊 好 國民黨立委徐曉鑫直呼 黨就是要我們去送死 OK好 這個 劉士芳說 沒有40萬民兵 40萬是名利 40萬是名利 但是剛剛我們回答的這一題的答案 竟然是 殲滅對手 請問 我只是去救助傷患的 我是要怎麼殲滅對手 難怪徐曉鑫說就是要我們送死 對不對 這個到底是怎麼樣的概念 那 這個我說40萬到底是民兵還是名利 這個社會自有公平 對不對 好 所以 大家去想一想 你覺得40萬到底是民兵還是名利 我們的 最高票是55% 11 說得很對 緊急的時刻 人人都該當民兵啊 第二 是不應該 救護消防 應該有特定的任務 大家覺得 要當民兵的竟然有55% 我覺得大家都是反串啦搞笑的啦 真的去當民兵 大家幽默敢奢侈 其實我 我真的認真的我想一想 這幾題的答案 如果真的是 救援的話 防彈盾牌後 戰術優勢在黑夜上 幾方有 我覺得你要不然派出趕死隊 要不然就是 在這個防斷盾牌後面吧 你怎麼會叫這個 傷患隊去殲滅對手 你這是什麼觀念啊 你有病嗎 他是傷患 傷患救護手冊的 他是給這個消防署的 你的對象到底是誰 而且你是內政部 你不是國防部 你內政部 出版的是要殲滅對手 你是國防部啊 還是什麼內政部 你在搞什麼鬼 所以我覺得 這很有問題 所以你還好意思說 你不是民兵 你這樣到底是民兵 還是民力 這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怎麼會是殲滅對手 你民兵 民力 慈濟師兄師姐 是殲滅對手用的嗎 慈濟師兄師姐 而且最多就是殲滅對手吧 謝謝大家 請 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這樣 是啦 最多就是殲滅對手嘛 怎麼會讓他去殲滅 殲滅是物理殲滅 好不好 他是真的是 他不是去殲滅對手用的 是殲滅對手 好不好 感化他 感化 一般就感化 這種 你 你這種 就叫國防部去編吧 你不要把它藏在內政部下面 消防署的這種組織 好不好 然後以這個什麼 名利之名 行民兵之實 殲滅對手 你還好意思說是 名利不是民兵 這個大家真的是看在眼裡 你會叫 一般的什麼 易消易警 去殲滅對手嗎 哈囉大家好 感謝收看我們二台 用心製播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吧 並可以在每週一至週五 同一個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喔 現在我想要來分享一個 我很愛用的產品 就是中天保養品牌 KS 推出的新品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媲美藍光神論的 炸藻之萃 能防禦環境裡 可以3C商品及各種光源 對肌膚造成的傷害 還添加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肌膚維持年輕 這支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無論是我的日常外出 或是海邊 都是必備的啦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 K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力一停就搞定 你的保養日常就叫KS吧 一定會有朋友會問 這支擦起來會不會黏黏的 放心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不含香料 兒童 孕婦 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呵護您也呵護全家人 快到快點購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碼 852會有更多折扣喔 請回家 你居然會不會黏的 渡 국민 謝謝 請回家